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酸辣鸡丁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个鸡腿 先把鸡腿去骨 去好骨的鸡腿肉呢 我们铺平,用刀背来回把它剁一剁 为什么要剁一剁呢 这一步是为了把鸡腿肉中的筋膜剁断 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 然后改刀 把鸡腿肉切成三厘米左右大小的丁 切好后的丁我们放到碗中 给碗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把切好的鸡丁给它清洗一下 洗出多余的血水与杂质 清洗过后 我们挤干水分放到碗中 给碗中加入一个蛋清 少许的食盐入个底味 点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再放入十克的生粉 把鸡丁抓到上浆 就是抓到鸡丁可以挂到手上 非常发黏的感觉 抓拌好后 我们放到一边腌制五到十分钟 下面准备两个青椒 用刀切去青椒的两头 改刀把青椒从中间划开 去紫后 先把青椒切成长条 然后再把青椒切成方丁 切好的青椒丁呢 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生姜一小块改刀切片 切好后放到碟子中 我们再给碟子里头 放入五克左右的干红辣椒 起锅放油 油要多倒一些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放入腌制好的鸡丁 先划散 划散后先不要动它 过上10到15秒之后再进行搅动 免得鸡丁脱香 10秒钟后呢 我们翻动几块 炸至两分钟左右后 控油烙出 再次起锅放油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倒入姜片和红辣椒 炸香 炸香后倒入鸡丁 炒至入味 然后加入少许的料酒 去入味提醒 翻炒过后 倒入青椒丁 再加入少许的香醋 放入少许的生抽 加入五克左右的白糖 挤入少许的蚝油 大火翻炒均匀后 加入两勺红油 两克食盐 再次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盛出装盘了 现在你就可以品尝 这道酸辣鸡丁了 这道爱吃起来 鲜咸醇香 酸辣可口 营养丰富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 带给您家的味道